不管是知乎,还是公众号,还是B站 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都是关于投资理财的 可以理解大家对于自己钱包的关爱之一 毕竟钱可以解决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问题 当你觉得钱解决不了的时候 可能只是钱不够而已 确实有小部分问题是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的 但这些问题往往你用别的方法更解决不了 除非动用量子力学 欲试不决,我们都知道还是得靠量子力学 所以今天,我打算给大家科普一些投资理财的基础常识和防坑原理 帮助大家看好自己手里的钱,别让他们走丢了 而是安稳地留在家里 很多话可能你听着觉得是废话 很正常,很多真理被传多了都会让人失去敬畏心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价值 等你被社会毒打后就知道了 至于,我讲的东西你信或者不信?都可以 反正我也不收你钱,挨打的也不是我 早在2018年1月 我就在知乎做了一次免费的《雷时播》分享 关于理财防坑的,大概有10万人参加 我要真想搁点韭菜,早就可以动手了 虽然教人发财我微微怒怒 但是教人防坑我可以中全出击 希望大家认真做笔记 研究透露这些东西 你不仅可以在朋友圈炫耀 甚至还能自己开支时付费割韭菜 先说一个大前提 防坑这件事情 重点永远是在事前,而不是事后 很多坑如果事前不防御 事后就是没有道理可讲 真正的专业人士都是事前防范风险 而不是事情发生后怎么补救 所以一定要保持警惕 我们开始 第一,投资理财的原规则是用自己用不到的钱来投资 这条规则是所有投资理财行为的底线 守住这条底线 在某种程度上你永远不会输 而击穿这条底线的话 没人能救你 这句话的意思差不多等同于让你别做死 投资 把过日子的钱都丢进去 纯属闲着没事干 结果会相当刺激 如果你想做投资 尤其是不能完全保证本金安全的投资 或许你懂你投资的领域 或许你不懂 但务必使用自己用不到的钱 务必使用自己用不到的钱 务必使用自己用不到的钱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什么叫用不到的钱 就是亏了只是心疼疼 但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实质影响的钱 假如有笔钱要拿来买房 结婚 当小孩学费 有明确用途 不能承担任何损失 那你就老老实实放在银行 顶多投个余额宝之类的产品 千万别想不开去某些神奇的理财产品里滚一圈 这是原规则 一旦你触犯了原规则 你很难保持心态 因为你输不起 当你输不起的时候 你的心态就完了 操作就会变形 尤其是炒股 拿着命跟子钱去炒股 操作的时候肯定腿扰 很多人问我说 他有笔钱准备未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现在暂时闲置 可不可以投资 乘以乘以乘以 我都是回复 别投 把钱留好 为什么 因为风险收益不对等 我得的收益 并不能帮你得到实质的提升 但是一旦出现风险 你就真的玩犊子 很多人把买房钱 结婚钱拿去买P2B 这就属于给自己人生加难度 这种事情不要做 可能有朋友说自己很缺钱 手上没有用不到的钱 每一分钱都是爸爸 那你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是去打工赚钱 而不是想着怎么去研究投资理财 有限的时间 精力要用在刀刃上 不要浪费时间去学理财 毕竟只要你足够穷 没有骗局可以骗你 第二 投资理财的核心三原则 是安全性 流动性 盈利性 这三者的重要性降曲排列 最重要的是安全性 安全性代表了你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只要资金安全 只要本金还有 一切都还有机会 安全性结合上面的只拿用不到的钱投资 这就是最简单但可靠的风险兜底策略 坚持这个策略 你起码不会赔光 在实际操作中 我给你举个资金安全的红线案例 利权包括各类衍生的区块链投资产品 都是不建议普通人碰的 因为你的真金白银换成了其他个人 或者非主权国家发行的虚拟波币 并且整个交易都是匿名的 你的资金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 再举个例子 投资项目 结果钱是打给对方个人账户 这也不能保证资金安全 把命交到别人手里 很愚蠢 第二重要的是流动性 什么叫流动性 就是资产变现的能力 几百万的房产在你最需要钱的时候 并不能救你 但一百万元现金可以 所以要注意投资的可变现能力 动不动就锁定好几年的产品 需要慎重考虑 流动性有多重要这一点 对实业有了解的朋友应该深有感触 很多资产数亿的企业家 你让他直接拿出五百万元现金 可能要了他的命 不是他没钱 而是这钱都是资产 变现需要时间 现金流才是企业的生命 而盈利往往只是只房 多点少点 哪怕赔点都无关痛药 但是现金流不能断 对于个人而言 也是如此 很多人说自己是什么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那都是把房子给算进去了 实际上抗风险能力极差 因为房子本身不能快速折现 而且很多还要还贷 每月吞噬现金 严格来说这都可以算是负债 哪天遇到点风险直接就得上天 三要素中最不重要的是盈利性 因为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 只要资金安全 只要资金灵活 那么赚多赚少会影响大局 太阳小为华 同时 都可以算是负债的 都可以算是负债的